听说吴天明一作白鸟嘲讽叫好我就做 制片人方丽为此向影院经理们下跪直播 居然产生奇效 原来只有几百万票房的电影呢 现在已经几千万了 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听到这个消息啊 我不禁联详起李淑彤的名言叫悲心交集 当然我承认这有点重词轻用的 红衣法师啊讲的是人生要义 我们讨论的只是现今文艺片命运 或者说中国文艺的现状 欣喜呢居然吴天明电影还能引起国人关注 这个文艺片有希望 悲的是需要制片人下跪来宣传文艺片 而且是对影院经理们下跪 吴天明呢我有缘认识 不是在他拍老景用张艺谋做演员的黄金时候 而是在稍后九十年代初 我在美国游学 吴天明也在洛杉矶 有几次在朋友家里的派对见面 记得派对上还有香港武侠电影大师胡金泉 那还有阿诚汪辉等等 当时很多中国文人在加州啊 我还记得吴军梅啊 这个一个女演员 说吴天明在谭恩美的电影 这个Jorla Club 喜福会里边扮演一个坏人 要强奸他 吴军梅是被奸的一方 可是舞蹈呢太有礼貌了 眼来眼去都不像 甚至要吴军梅这小姑娘来教他怎么施暴 当时啊大家都笑翻了 无意中呢 我看到了这个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 人生中的另一个侧面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吴天明晚年立作白鸟嘲讽 如果大家静下心来看 应该都可以看到片子的功力跟成就 可是当今文坛呢 是美人鱼作妖太冲港冲心话怒放 我不是说这些片子不好 美人鱼作妖记我都还挺喜欢的 票房高呢也有他的道理 只是一个大国 电影票房据说已经世界第二 眼看要超上北美了 就现在这些喜剧闹剧 说是代表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实在叫杭媚人心虚 也叫世界上的人看了可笑 对比之下 好片呢不是没有 却要跪求才能演下去 这就叫唏嘘啊 所以这件事情呢 简单说来我有三个感想 第一个我以前说过 中国的新华书店 或者其他书城的营业员的水准 决定了中国人平均的文化水准 这个我这个事情 我以后有机会专门来说 所以呢 这个同样的道理 中国电影院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 现在也决定了中国大众的文化水平 不管是城市白领还是小镇青年 这个电影工业的方向啊 现在甚至不决定在有钱的制作方和明星手里 也不决定在千千万万的观众手里 现在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啊 影院经理的平均文化水准去 为他们是决定一切的 我不知道广电部文化部 是不是将来可以有个规定 反影院经理啊 他除了懂做生意以外 还必须是人文艺术专业大学毕业 这样他们能听懂看懂除了下跪以外的 其他文化信息 第二个感想就是中国人容易下跪 尤其清代以来啊 君臣父子师生之间 这个跪就是等级的标志 由次李扬教英文 叫几百上千学生在操场上集体下跪 社会上一片的反对 清末的洋人不肯向这个慈禧下跪 一度还成了外交事件 其实西洋人也跪 他们比较多是在教堂里跪 要么就是男人向女人跪 那就是求婚 我不知道方立他们 我没看直播啊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下跪法 可是我想他们应该是以吴天明的名义 以艺术的名义跪求 单膝下跪 不是尊严 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物 就像今天反腐 只抓老虎 不推行财产申报制一样 一次跪求是新闻 两次三次就没用了 下次再怎么造新闻 造话题呢 难道再出新片 导演脱衣宣传 现在很多女星啊 为了防乳癌啊 名正言顺的展示身材 或者男女主角24小时直播 总之百鸟嘲讽的逆转呢 是不可重复的 那么怎么治本呢 方法很多 我想到最明显的方法 就是由国家支持来建设艺术院线 我看过有关报道 美国有几个院线 有两百多块荧幕 五十几家影院 专门放探索片金点片 我去过这个巴黎啊 拉丁区梭邦大学 十三世纪开始的 这个老梭邦大学附近 也有一家小众影院 他专放精品 中国呢 社会主义 这个更有精神文明建设的 优越性 不要把电影市场 全部让给资本主义好不好 在全国建设个 几十上百个艺术院线 专放 第一 中国经典片 第二 外国文艺片 第三 最新的 艺术探索片 在美国啊 你要是大学生研究生 拍拖 稍微有点品味的 都不会直接去看超人战蝙蝠侠了 那是中学生吃爆米花的地方 太掉份了 怎么也要去重温一下2001太空漫游 或者是日瓦格医生吧 我以为同样的气氛 也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大学里建立起来 北大就应该有自己的影院嘛 也许有人说 不赚钱怎么办 不一定不赚钱 就算暂时不赚 政府可以支柱啊 有关社会力量可以支柱啊 你这个地啊 批给发展商盖楼的时候 可以先约定啊 中间抽出一块专门盖艺术影院 我们这么大的政府 大政府小社会 想做哪有做不到的事情 香港的电影人吴思远跟我说过 他早有这方面的设想 想在上海办 但是有关部门不批 我觉得一个艺术院线 一个电影分极制 这是广电部 一定要做的两件事情 如果只抓票房 不管其他 那么就像今天 有些乡政企业一样 只顾挖矿 不顾土地污染 结果呢 有了眼前的GDP 可能害了下一代的身体和人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